故宫不愿收藏了一件宋朝人的书法作品 它的作者是我们上一集已经提到过的范仲淹 这件书法本来是范仲淹写给家乡官员的一封信 信誉说此间边是素叶劳苦 所谓边是自然是束手边关所谓国土的事了 哎我们不是说过禅渊之盟以后宋朝和辽朝已经和平相处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令人劳苦的边事呢 原来范仲淹要对付的不是北方的辽朝 而是宋朝人的另一个敌人西北的西夏国 西夏是党相人建立的国家 党相自称是鲜卑拓拔布的后代 你还记得吧 北魏就是这个部落建立的 不过宋朝人相信他们其实是羌人的一支 本来生活在西北地区的高原上 后来党相人的势力强大了 他们就联合其他民族在黄河上游建立了一个大夏国 因为这个新国家位于宋朝的西边 所以宋朝人叫他们西夏 西夏最强盛的时候 国土覆盖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的大部分地区 还有陕西和青海的一部分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讲讲他们的故事 西夏的皇帝姓李 诶 这李不应该是汉人的姓氏吗 嗯 对了 那是在唐朝的末年 党相人的首领拓拔司公 因为参与了镇压皇朝起义立下战功唐朝皇帝 此他姓李 拓拔司公就变成了李司公 1038年李司公的后代李元浩 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西夏国 从李元浩算起西夏政权 一共延续了将近两百年 共有十位皇帝 这十位皇帝里边除了末代皇帝之外 其他九位都埋在位于宁夏银川的西夏王陵 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你都能看到西夏亡陵出土的文物 其中有一件大家伙还被搬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回想一下第五纪我们讲过的隋朝的逃房子 屋顶上这两只巨大的神兽叫做 嗯 啊对 叫吃吻 到宋朝吃吻的形象慢慢固定下来 变成龙头鱼身 张开大嘴 咬住无言 吃也更多的写成了这个吃 出土于西夏亡陵的这件吃吻 原本被放在某座建筑屋顶 可惜啊建筑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只能靠它来想象西夏亡陵建筑的雄伟壮观了 西夏刚一建国就和宋朝爆发了持续三年的战争 当时的主战场在宁夏到陕西北部一带的宋夏边境地区 宋军的主帅之一就是范仲淹 他负责镇守延州一带啊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延安 这次战争以后宋朝和西夏签订了合约 但是和平只维持了短暂的二十年 此后双方摩擦不断 光是大的战争就又打了四次 断断续续打了九十年 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块牌子用青铜制成 上面刻了两行字 福岩第四将代器械 别看他现在安安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 当年那可是宋夏战争的亲历者 福岩指的是北宋的福岩路 下属福州 延州等地 正是西夏打仗最激烈的地方 看来这块牌子是驻守在福岩路的宋军用来证明身份用的 那第四将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宋朝初年为了防止军队叛变国家规定 武将平时不能统率军队只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才临时任命将领指派给他一支部队带出去打仗 这样固然避免了黄袍加深的政变再次上演 但也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将军和士兵配合不好 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就会下降了 完事变法的时候 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推行降兵法 在各地军队中设置将官负责训练士兵 福岩路因为位于宋夏前线 比较早的实行降兵法 设置的将官也比较多 这块牌子应该是福岩路的第四将官 调配兵器时所用的证明 宋朝军队有牌子 西夏军队也不甘落后 这块腰牌上刻着主人的姓名和职务 通过关卡的时候 需要把它出示给把守的士兵 什么上面的字不认识 不认识就对了 这是西夏文 以后我们会专门讲到这种文字 同样刻着西夏文的还有这块铜牌 光从精致程度上看 就比刚才那块高出了不少等级 上面四个西夏文字 右上角的相当于汉语中的赤 意思是皇帝的命令 右下角这个字是燃烧的意思 左上角是个马字 左下角是牌子的牌子 四个字连起来 可以翻译成赤染马牌 出示这个牌子 就等于宣布皇帝的命令 快快快 快骑上马去办事 速度快的要像把马烧着了一样 这块赤染马牌 由正反两面组成 两面边缘都刻了一个赤字 根据规定牌子的一面由朝廷保管 一面由地方官或将领保管 两面扣在一起 命令才能生效 怎么样 是不是想起来了秦国的虎福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信物都是这么复杂的 像这几个出土的西夏印章 上面刻的字都一样 简单明了 就是首领二字 平时不太重要的小事情 盖上一枚首领的印章 大概也就可以了吧